健康家常菜 健康家常菜 那我们这个单元主要是强调健康 简单跟美味 那Chef D还有曹勇师傅 你们今天挑战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是鸡蛋 对啊 可是我看到你们的菜肴名单 一个是黑金豆腐 一个是金丝虎虾 那到底这个鸡蛋放在哪里呢 其实我的金丝虎虾 那个金丝就是鸡蛋 那你呢 那么我的就是豆腐 豆腐也是用鸡蛋做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 来 冲师傅 来 所以今天我有用一些食材就是 老虎虾 鸡蛋黄 然后牛油 然后这个芥兰丝 然后还有一点点小辣椒 所以我们第一步处理的话 我们就先处理这个老虎虾 剪掉它的那个虚 然后你剪的时候还有一个窍门 就是你剪掉它的眼睛 等一下你炸的时候 它就不会爆 有些炸虾它会爆得很 油一直喷 OK 那你慢慢处理 对 我们来看看Chef D 好 Chef D 我的材料呢 比较简单也是 无味的豆花奶 还有鸡蛋 那这个豆花奶 就是在超市买的那种豆奶 对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大概300克的那个豆奶 还有三粒鸡蛋就好了 是 对 我们参下去 把蛋黄给搅碎了 嗯 这样子呢 炸出来那个豆腐 颜色会比较美 是 比较多金黄色了 嗯 OK 那我们搅拌均匀之后呢 嗯 然后我们就割掉它的炸 那我们割掉了之后呢 就放去蒸了 嗯 我们这样子 让它的空气跑出来 是 然后放下去蒸 大概15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有一个窍门 就是你蒸的时候呢 我们要露一个 这样子给它透气 是 所以这样子我们给它露一点气 好像有点低温的那个感觉 所以它蒸出来 那个鸡蛋会比较滑一点 哇 这个是窍门 对 好 那我们在等你的这个豆腐在蒸的时候 我们看看曹勇师傅 对 这边的虾 刚好处理最后一只了 对 所以等一下这虾我们剪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拿那个面粉开一个浆 我们就捞一捞它 然后我们就拿来炸 面粉我们加少许的水 嗯 这个面粉就是 调了捞进去虾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它有一点粉 等一下我们炸的时候 它会有蛋丝可以包裹住它 是 嗯 嗯 所以我们这个稍微给它撕一点 好了我们大概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把它放一点下去 就捞一捞它 是 还好你把那个头刺刺的地方给剪掉 对 要不然你手就会刺到了 对 所以抓的时候要比较温柔一点 嗯 嗯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好 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油温 这样就 下来就要炸虾了 对 炸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炸到它太熟 是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需要翻炸的 等一下我们在做那个蛋丝的时候 再一次 还需要再翻炸多一次 是 对 现在我们把它放下去 那如果有些人说我要吃这个虾没有咳 去咳 如果这样做可以吗 也可以 可以好 去咳的也是可以的 好香啊 那我现在过来看看Chef D 这边你的豆腐蒸了多久 还没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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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现在先炸一个 它也是做豆浆的原材料 它是黄豆 黄豆我提早泡了两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炸这个时候 温度不需要太高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浸泡一下五分钟 那我们现在就来调一个那个豆腐的粉 这个是在普通超市上买的那些天妇罗粉 那我们加一点那个竹炭粉 是 我听明是黑金 我还以为是黑金蒜 黑蒜 这个黑炭粉也有它的营养价值 对 也有它的营养价值在那边 这样子我们就差不多了 等一下我们的豆腐蒸好了以后 我们要收去冰厨里面先 给它定型 不然你蒸出来直接切的话 它会软绵绵很容易烂 是 对 给我看一下我这个 我看看 你这里就是这个黄豆炸好了之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高一个段落来等豆腐对不对 对 要等豆腐 我来看草勇师傅 哇 这个虾好香 在做这个蛋丝金丝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换一点新的油 我们在油里面再加一点这个牛油 因为我们要让它蛋丝有那个香味 不会有很多油啦 等一下会炸到它那个油出来 是 我们才捞它上来 嗯 这个蛋丝哦 你需要掌控好它的温度 然后你才可以做到非常的理想 所以我们打它的时候就是 就是顺时针打散它就好 是 它差不多融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下了 油油融化了我们就可以下蛋了 是 看到了吗 是 是 真的很美 有点像我们吃那个 生日的面线里面的蛋花一样 看到吗 是 看到 就是有些人可能看到这样 在油里面还加牛油好像很多油 这个做蛋丝的微 我们可以用水煮吗 水煮很难 水煮水不够滑嘛 真的 出来了 你看这个 看到没有一丝一丝 是 很美 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火了 突然间想起我演小 小男人里面那个月娘很会煮 就是这样的功夫 用橄榄油的话 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吗 橄榄油可以 橄榄油就可以 也可以啊 其实你可以再少一点油 因为我要方便 我这边比较快处理 是 就稍微多一点油了 所以橄榄油再加上牛油 让观众看一下 是这样子 在100度左右啊 真的吗 真的吗 但是橄榄油是低温的 对啊 低温 因为我这个也是用低温 我们下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要让那个糖它起焦 起焦的话等一下那个虾放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有 会黏住这个蛋丝 糖 然后还有鸡精粉 我们烧起来鸡精粉 是 然后小辣椒 放一点进去 然后我们再放这个虾下去 原来是这样做的 对 所以油温要开高一点了 为什么呢 油温开高一点的话 就是因为到最后的步驟的时候 我们要逼它的油出来 对 很多会煮的人他们明白 对 这里要慢慢再炸上 我们来看Chef D 好 来Chef D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豆腐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对 已经蒸好了 好美喔 对 其实在家也可以做很简单的手术 是喔 我现在发现我好像可以 对 我也要想试试看 这个比例也很简单 所以 那个不同的鸡蛋呢 蒸出来的颜色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可以用甘邦鸡蛋吗 甘邦鸡蛋 可以用甘邦鸡的鸡蛋也是可以的 甘邦鸡的话它会偏黄一点 那你做出来的话 那个颜色会更美了 有点颜色的颜色这样子 它现在是成型的嘛 我们要把它收去冰厨里面 是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会把它切成我想要的那个形状 我看看曹永师傅喔 这里呢 对 哇 好像已经快要完成了 对 差不多了 感觉像很丰富耶 对 很香 很香喔 嗯 你看它蛋丝 我们在烙上来的过程当中 等一下我们就要烙一烙它 你这边就是这样子喔 那我这边呢 Chef D已经把那个 切好了 放在冰箱里面 半个小时后的豆腐拿出来了 对 我就切成那么小 比较容易地吃了 然后我还要加一点点盐 是 调味 刚刚我调味的时候 我的豆腐啊 什么都没有防到味道嘛 是 所以我调一点点盐 然后咯 我就把我切好的豆腐 放进去 哇 这豆腐切得这么小啊 不是很容易烂吗 其实不会的 你在冰厨里面 它已经凝固了 你看现在还是有点硬的 它一加温的话 它就会又软回了 对 那我就上这个粉 等一下 待会开油去炸就可以了 就炸喔 那好 那你这边弄 我就去看看一下曹勇师傅 哇 你把这个 切丝的芥兰 已经拿出来 弄好了喔 对 稍微炸一下它 嗯 主要是拿它的那个香味 菜的香味 其实这个芥兰在绿色 也起了点缀的作用 好 那你慢慢摆 我去看看Chef D这边 可以开始炸了吗 可以 来 我们现在就开始炸了 这个油的温度 要高一点 高一点 好 那我们炸的时候呢 就不要 尽量不要去搅它了 收过冰厨了之后 发它里面会冷 是 所以你表面熟了 它里面是冷也是不好 是 但是为什么这个不会爆出来 因为我有粉包住了 它的水分呢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流失 对 你看它差不多了 里面有透一点点金黄金黄的 是 是 所以就是有点黑金的感觉 嗯 差不多这样我就可以上锅了 哇 因为我的比较小粒嘛 是 所以就不需要炸太久了 之后呢 很期待它的味道是怎样的 我们给它滴一下油 曹勇师傅这边呢 已经 完成最后一个步骤了 对 我会放一点七味粉 是 七味粉是什么啊 七味粉就是 超市可以买的 它是什么味道呢 辣的 就七种味道了 有少少的微辣的 这是属于西式的吗 日本式的 是 日式的 那我们就把炸好的王豆呢 嗯 放在盘里面 看了 看得很开心耶 这样的小吃 对 小吃咯 嗯 哇 一点点缀就完成了 是 你们觉得好香喔 我儿子啊 曹勇师傅跟Shady 你们好 儿子他们做你很喜欢的炸虾 跟炸的东西 这个黑金豆腐看起来真的是很期待 我们试试看 嗯 很好吃耶 用来招待客人非常好 嗯 这是金片耶 哇塞 黑金豆腐哈 它有点咸咸的 因为可能你加了气味粉的原因 所以它的味道加起 吃起来是有很多惊喜的 然后呢我来试试看这个炸虾 试试看这金丝哈 刚才看了 是用很多油来炸 但是吃不出啊 是因为那个火候掌握得好 对 就是你最后要收的时候啊 你要大火 让它的油逼出来 而且它不是撕到没味道 真的有味道 有有有 真的都很好吃耶 那谢谢两位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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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福 我的從前有你陪伴的夢 合一張疼愛的臉 如今細說往事或是入眼 我是否還算是你的誓言 白雲偏偏心事一面一幕飄過你的窗截 寂寞的愛窗期待期望被歲月緊鎖的思念 我的思念有一千塊的心 和一首叫做誓言 如今細說往事或是入眼 我是否還算是你的從前 往事從頭輕輕細說夢的言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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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你一路是否還有愛的容額 往事從頭輕輕細說蒼海桑殿 是否能夠 回到從前 再走一遍 白雲偏空 心事已願 一部漂泊你的壯間 寂寞的窗戚 還愛起我 被歲月緊縮的思念 我的思念 有你牽掛的心 而你手繳著誓言 不謹細說往事 往事如影 我時光還算是你的從前